高端疫苗股价从去年一路狂飙 5月中冲上417元新高 5月30号公司发出重讯和疾管署签订500万剂疫苗 没想到5月31号至今连吞三根跌停 灌破300元关卡 短短三天市值蒸发超过220亿 还传出6月1号八大公股行库买进214张高端疫苗 金额达6755万 但财政部火速澄清并非公股金融事业投资 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在脸书质疑 美国辉瑞生产数一支疫苗 但股价没什么波动 台湾高端疫苗还没上路 股价涨近十倍 暗示高端疫苗看的并非本益比 而是本梦比 高端疫苗目前来讲话 它并没有失字汇出来 而投资人去买高端的股票 看的就是未来 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 一个投资未来疫苗的一个项目 演变成一个所谓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 政府或是这个公股 有这个进行炒作的一个 但高端预计6月中 二期解盲出炉 一旦顺利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就能开打 同步向欧盟提出申请 在海外展开三期临床试验 取得国际认证 等于替未来疫苗照护提前铺路 股价争议还在延烧 背后的政商关系 现在也一一曝光 高端疫苗前身 基亚生计就是高端最大股东 董事长张世忠 与妹妹张资霖夫妻两三人 捐赠政治现金记录也公开 2018年北市议员选举 捐赠25万给五党籍林梦颖 同时捐给民进党籍 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100万 国民党籍侯友宜各10万 2019年也捐50万 给民进党立委张红路 范围涵盖蓝绿两党 请不吝点赞订阅